元祖上奶被抱同會兩男 揪出甩五年輕郎嫁豪門 小孩跟老公排最重要 A3D老婆安晨瑜 不只被兩包同會兩男 還被抱為了嫁給你 甩了交往四五年已訂婚的前男友 我送的是一隻錄音室專員的賣物 也是純精打造的 這元祖食品上奶奶安晨瑜 和老公張少偉結婚十一年 育有一子一女 婚姻看似幸福美滿 沒想到女方被周刊兩包 與兒子的羽球教練周一嘉 大方摩屯互動親密 還有個賓士男Kevin來溫馨接送 因為自己做錯嘛 這安晨瑜事後發聲明駁斥 與羽球教練 這個類不倫的報道很烏龍 摩他屯只是放鬆的肢體接觸 至於賓士男Kevin呢 則是他網路開店平台公司 開店123的技術主管 兩人指示同事關係 不過有個自稱張少偉友人的讀者 看到安的婚姻後Key普普 向蘋果指控安晨瑜是慣性外遇 並揭露他是為前嫁好們的 我們相遇是在日本相遇的 讀者表示 安晨瑜在和張少偉結婚前 曾和前男友Dennis訂婚 開店123就是由兩人共同創辦 Dennis同事行銷業務 與他交往四五年之久 之後安晨瑜赴美遊學 認識了張少偉 回台後互動頻繁 這一兩個月後 就把Dennis給甩了 還把他踢出公司經營 和張少偉交往不到一年就閃婚 朋友都很喜歡問我說感情的事 對此安晨瑜必談訂婚儀式 也否認為嫁豪們 甩掉前男友Dennis 稱分手原因是個性不和 且分手三年才決定和老公在一起 啊對了還要再update一下 安晨瑜回應羽球教練的事件 他30號晚間在臉書放上 與老公和羽球教練的合照 再次表示純屬一樁烏龍報道 不過據張少偉有人猜測 安晨瑜婆婆可能早就知情媳婦外遇 曾說過只要不要鬧上新聞就好 這老公也曾為此事吵到要離婚 如今事情不要看啦 端顏夫妻倆應該會在半年內切啦 娛樂動新聞報道